1906年以前,中华民国台湾省还没有人玩棒球。 1945年,台湾光复,全省排不到几个球队。 1968年,一直来自台湾山地的儿童红叶棒球队, 击败了世界少榜冠军日本关西队。 儿童棒球运动,一下子在台湾横勃起来了。 1969年,台湾金龙少榜队获得了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榜冠军。 1971年,台南军人队再度获得美国世界少榜冠军。 从1969年到1978年,中华民国的少榜、青少榜、青榜,几乎每年都夺得世界冠军。 少年棒球比赛是台湾乡村小学经历一件大事。 孩子们望我的喊叫,为自己的球队助威,欢乐的气氛往往会持续几个星期。 1948年,台湾实施六年义务教育,后来又延长到九年。 升学的压力解除了,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游玩、运动。 棒球被台湾的孩子们选中,成为学校中最热门、最吸引人的一种运动。 每年六月,是台湾少年棒球的热季。 要选拔参加美国威人科特世界少榜代表队。 从乡村到都市,每个小学都进在一片棒球热中。 最后的代表队往往要经过十五六场的比赛才能当选。 从中华民国少年棒球队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。 棒球运动的发展也随着孩子的年龄发展为青少棒、青棒甚至成人棒球队。 说来非常有趣,台湾学生的棒球运动是从非常偏僻的小山村、红叶村发展出来的。 当时的红叶少年棒球队,利用竹棒和石头练习打棒球。 居然在台北举行的比赛中,击败了当时世界少榜冠军日本关系队。 受了红叶棒球队的鼓励,台湾的孩子们开始热衷棒球。 乡村中的孩子利用收割后的稻田做棒球场,练习打棒球。 他们的观众往往就是水牛,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家长。 找不到头盔,全用竹篮子代替。 很多孩子常在放学回家的途中,随便选一亩稻田就展开即兴的比赛。 这已成了今天台湾乡村的一个新的景色。 在都市里,当然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 孩子们只有利用自己学校的操场,公园中的草地练习打球。 他们虽然也和乡间学生一样喜爱棒球运动。 由于练习的机会不多,往往不是乡村学校球队的敌手。 过去八次世界棒球代表队中,有极大部分都是来自台北市以外的外线市球队。 现在台湾的学生棒球队已经不同当年。 他们有专任的教练教导他们打球,学生也买了起棒球、手套,也有时间只要他们愿意,随时随地都可以练球,或者做一场非正式的比赛。 据统计,台湾目前学校棒球队为数总在六百队以上。 爱好棒球的观众超过两百万人。 这实在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。 新的练球设备也开始启用。 这是华兴中学新构的棒球投球机。 像这样的投球机,很多注重棒球的学校都有工具。 棒球选拔赛逐渐进入了高潮,一举一举的,一线一线的竞争。 不仅学校或学生关心,家长和参加选拔学校队伍的当地民众也常会组织自愿的拉拉队,在学校场边为自己的子弟加油。 除了传统性的赢神赛会,棒球赛已成为台湾乡村最吸引人的一种活动。 选拔赛到了最后的阶段,往往会引来成千上万的成人观众,观赏孩子们打球。 曾经有一次,美和和华兴这两支南北最强的青少棒球队争夺代表权,引来了三万以上的观众。 台湾的棒球观众似乎特别偏爱学生棒球比赛。 成人棒球比赛反而被冷落了。 一个观众说得好,看孩子们打球,除了看场球赛之外,也是一件乐事。 因为看到孩子们认真比赛或充满机智活力的表现,实在是件愉快的事。 有些外国职业球队,向西西纳提红人队的球探,也文风从国外赶来,看看能不能在这些孩子中间,发掘另一个Babe Ruth或者王真志。 从一支山地小孩所组成的红叶儿童棒球队,到中华民国的少棒、青少棒、青棒,接二连三地获得世界冠军。 台湾的学生棒球运动有点像奇迹。 但看看这些观众的热情,这些设备完善的夜间球场,您就可以理解, 和一个仅有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国家所组成的学生棒球,能够经常打败美国、日本这些人口众多国家的学生棒球队。 因为台湾的成人实在太喜爱他们的学生棒球队,他们不仅以他们为傲,也愿意竭尽所能地来鼓励和培养他们。 棒球已成了家长和他们孩子之间一条最宽敞、交流最频繁的桥梁。 owski啊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